曝光的还有是涉嫌犯下三重面门邪案的这位24岁张姓女婿 她的背景呢疑似是曾经在经营档部 外头还有欠钱 还因为把账户卖给了诈骗集团遭到通气 而她被抓到的时候是躲在台中的出租套房里 而根据了解三名死者的身上其实都没有明显的伤势 法医高大臣就研判很可能是因为遗体肿胀 怀疑三个人都是窒息而死 而由于大部分的凶杀案死者都死不瞑目 因此研判可能嫌犯是心虚才会拿棉被掩盖 一开始在追查的时候 其实警方也有怀疑说是不是有共犯 因为在案发之后还有人提着水桶到死者的家中 不过后来发现是附近水族馆员工 原来嫌犯在逃逸前一天还找人来清洗鱼缸 员工当时还以为这臭味是死鱼 接下来关心是网红酒妹跟合伙人在新庄经营的车行 日前才被人放炮泄愤造成店内的车辆毁损 结果今天又说是被泼漆撒名纸了 到底怎么回事要连线记者吴宇雅 台南一间知名的火锅店在母亲节这一天 也就是下午点多遭到民众泼漆杂电 随即就引发了火事 还有无辜的顾客被波及烧烫伤 而嫌犯自己也受伤了 警方追查之下发现嫌犯是不满前女友跟火锅店老板交往 才会份额泼漆杂电 这名游览车驾驶其实到公司服务也才四个月的时间 他先前有开过三年的公车 而当下他是把乘客载回北部 肇事逃逸被批评车祸发生之后 他向公司回报的说法是视线死角酿的火 张华诚家姐妹发生车祸至今80天了 两个人的病况一度有好转 但日前又陷入重度昏迷 根据了解是家属已经签署了放弃急救同意书 详情要交给记者黄凯金 天气资讯来看到外头已经开始下雨了 要提醒您是下周的天气将会有所转变 更多资讯要交给记者林立 常听人说物价不断的飙涨 就连凑销的活动现在价格也回不去了吗 因为知名牛肉面一碗动辄要200块左右 有连锁的牛肉面店就祭出了生日庆的活动 特价是每晚99元 但是有眼尖的涛客就揪出了 说比去年还贵了4块钱 前南转高雄凤山有饮料店 还收到了100元的假钞 而且这防卫线还相当的粗糙 是用原资笔手绘的 让店家也哭笑不得 不过确实这假钞相当的泛滥 就有菜市场摊商说它搜集到了四五张 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您啦 哪一种情况比较恼人 是停机车不力中注 还是机车的飞旋踏板没有收起来 因为这有网友分享说 这样会害人撞到淤青甚至是流血 不过机车航来本说飞旋踏板是消耗品 可能时间久了 里面的弹簧会自然损坏 大陆网友发现 近期有一款新上市的冰红茶 找来了艺员周杰伦代言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代言的是大陆的模仿艺员 而且就连包装 瓶身 饮料 厂商的名字都神似其他知名品牌 从头到尾都是山寨版 近日传出总统蔡英文将在520卸任之前 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但是这就连自家人也不挺 新系的前立委林卓水就痛斥陈水扁行为 造成选举票票不等值 是害惨了民进党 一句道歉都没有 凭什么要特赦 一年一度的慈祭欲佛大典 今天晚间在中正纪念堂登场了 而这场盛会蓝绿大咖奇聚 现场行星要连线记者李宗泽 北市卯高中爆出有男学生躲在女侧偷拍 时间长达三年 甚至还把影片传给其他人 虽然偷拍的已经主动休学 也被记两只小过 但是受害女学生却因此需要看心理医师 至今还没有走出阴霾 即将要进入到下季 也是肠病毒的流行期 单周的就诊人数已经是来到了1.6万人 创下了10年的新高 更多的内容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领地 高房价加上少子女化 消灾现在是房市的主流了 我们用数字来看的话 去年第四季全台15平到35平的房屋占比就超过4.6 其中光是在台北市低于20平的新案 更是大幅成长了24% 男子当街刨修 但他说是有原因的 原来他是宠物美容店的老板 因为在台北市住宅区要开业 就要取得左右邻居和楼上住户都同意 但是已经花了400多万装潢 现在租金的成本还在烧 原先所有的住户都答应 但后续却返回 导致男子情绪失控 大白天的花莲这栋大楼 怎么会传出枪响呢 原来是因为一名男子在家养比特犬 造成整栋大楼充满臭味 而也跟他一样住在这栋大楼的亲戚 要求他不准养狗 甚至要赶他出去 让男子相当生气 就拿出了改造枪支 却不小心击发子弹开了一枪 母亲节清晨 台中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21岁的男驾驶开车 载着两个朋友 自称是为了闪回转车辆 一路就这样冲上了人行道 还撞进挂包店 当下店长跟女店员都受伤